好 親愛的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道 自從我們在電視上跟各位分享 網路上跟各位分享 還有包括我上過的所有的媒體 來跟所有的人分享 所謂的階梯的戰法以後 最近有非常多的人進來跟我們討論 階梯戰法其實這個東西 你可以說它源自於道士理論 當然最近有很多人 把尼古拉斯那一套 股票箱拿出來跟我討論這個事情 當然很多人也用在期貨上面 我也很高興大家都有這樣子的發言 也表示說所有我們的觀眾 還有我們的這些粉絲朋友 事實上是保留一個思考的空間在裡面 什麼叫思考的空間 就是說對市場上 對媒體上所給的東西 並不是照單全收的 過去這段事情 兩年以來 過去這兩年以來這段時間 很多市場上的一些大媒體 有教各位的一些東西 它會讓一些新人的朋友 產生一個誤導 比方說神話某些公司 比方說告訴你說 股票只要買到對的股票 就算你不去處理它 你也不買 只要你也不賣 就算你是買在08年海嘯的高點 只要你配股配息 30年以後你都可以配回來對不對 這些東西就是在強調一個東西 叫做不花腦 不要想 不會輸 形塑在很多的投資者們的心理的觀念上 他會認為說 股票就是要買基本面好的公司 但決定你的輸贏的其實是股價 而不是基本面 你買一檔股票它上漲 你叫贏錢 你買一檔股票下跌它叫輸錢 並不會因為你買一檔股票 它的基本面變好你就賺錢 對不對 股價這個東西很簡單 錢去推它它就上來 只要你市價一直敲 它一定會上去 只要你市價一直賣 它一定會下去 那麼至少在這個地方 可以直觀的所認為 這一段時間給大家新的想法 並不是一家好的公司 大家就不會賣 對不對 因為所謂的相對論 它指的東西叫做相對比較值 對於一個資金來講 你說一個美國人的資金 一個外資的資金 它有好幾種選擇的時候 它要怎麼選呢 在短時之間 我們來看到美國股在升息的情況之下 以全球貨幣來講 它可能覺得美金最有價值 對不對 它要把其他的貨幣支架資產 賣出轉回它的美金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一直賣 你會說老是它會賣到低點 那也無所謂 賣到低點又怎麼樣 等到美國反共說 他買回來就好 所以很多投資本 他陷入一個很痛苦的格局 這當中包括新人痛苦 可能有融資去買台積電的 融資去買可能市場上一些比較大型的股票 有一些零股純零股的 這已經很痛苦 融資也痛苦 法人也很痛苦 反而就是在這地方一直換 對於法人來講的話 投信尤其是痛苦 他又不能夠零持股 其實很多的操盤人跟我講過這件事情 他說 蔡老師我也有看你的節目了 你講的東西當然也是事實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這些操盤人 也有我們的苦衷 我們的基金又不能夠零持股 你如果說真的要我能夠零持股的話 我年初的時候砍掉一波 我基本上我就離場了對不對 我就等低點 這麼說當然也是沒有錯 但是我要講一個重點說 你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世界 對不對 你要抱怨很簡單 你就離開你的崗位 你就帥氣一點 如果覺得這個東西你要抱怨的話 你就不要當操盤人 直接去跟你的公司說你要離職了 你要自己單幹 你要自己拿自己的錢兩百萬 邁向兩億的人生對不對 所以融資也是一樣 所有的這些融資 你說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有被追繳的朋友 然後大家在那邊嘲笑你 在奚落你 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所有的散戶也一樣 所有你們這些觀眾朋友 你現在回頭去看電視上那些人 告訴你說高檔叫你不要追的 大概在一年半以前 告訴你說指數會上看多少 不是同一批人對不對 當時有一家外資叫大摩 告訴你說台積電是死前的時候 那時候台積電還有六百多 如果你當時真的相信了 這家外資的話 你六百多把台積電全部賣掉 現在你應該全家祖孫三代 都感謝他 但是你知道嗎 當時大摩寫出這段話的時候 有多少台灣的分析師痛罵大摩 痛罵 那叫做痛罵 拿身家來痛罵他 對不對 在他自己的觀眾前面 在所有的大媒體前面 狠狠的痛罵大摩 半年過去了 誰是你的貴人 就是說 我現在要講的一個重點 就像現在大家想要抒發情緒一樣 情緒的抒發不是重點 股票的價差才是一切 對吧 我們這個節目從頭到尾 你看我蔡振華看兩年了 我從頭到尾就只講一個東西 主流股的價差 我從來沒有跟你裝清高 對不對 今年已經證明了基本面這個東西 在空頭的時候一點用都沒有 一點用都沒有 一點用都沒有 你基本面越好 你死越慘 誰能夠反駁這句話 所以回頭再講我們的階梯理論 你不覺得我們很瀟灑嗎 對不對 在講階梯理論的時候 當你是下階梯 很簡單 這個就像是一個 高通下降的電梯一樣 你看到那個電梯 門還沒有打開 他現在在23樓 他在18樓 他在17樓 他在16樓 你說什麼時候上電梯好 有人賭8樓 有人賭9樓 有人賭6樓 所以有人會往下抄底 對不對 我買在這個地方 破多少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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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你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下住的時候 你怎麼辦 以數學的觀點最簡單的方法 當你看到那個電梯 不管你是7樓 6樓 5樓 4樓 開始發現7樓 8樓回升的時候 你進場就好了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階梯戰法的原理 所以最近在跟各位講階梯戰法這個東西 當然我們也要講一件事 每一個想要改變人生的進入股市 人都需要被尊重 包括那些用融資進場的朋友 我們昨天也接到非常多的電話 每個故事都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對不對 有位朋友100萬入場 結果賺到140幾萬 那他為什麼要改用融資很簡單 他希望在他女兒上小學之前 就準備到第一筆600萬 所以他必須要加速這個進程 所以他要融資 這麼偉大的台灣人 你怎麼可以罵他呢 誰做股票不是為了要賺錢 改善家裡人的生活 對不對 我覺得你們這些很多的朋友 新人 你就插了一件事情 沒有人告訴你 沒有人教你 沒有人引導 比方說像階梯戰法這個東西 可以先賣一趟 對吧 我舉家權來講 你說這一波 其實你是要大盤 在供高的過程當中 融資他本身沒有創新高 所以很多人說 這一波下跌的過程當中 融資的減幅沒有比大盤來得多 那這個合不合理 一定不合理的 因為這個位置本來就比融資高 所以融資在高檔頂背裡代表什麼 這一群融資已經幹嘛 逃頂了 你逃頂的原因就在於說 你指數創新高的時候融資不跟 融資既然不跟你現在下修 最後在殺的一定是什麼 當時在這裡沒有跑掉的融資 對不對 所以不能一竿子打翻一盤人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結論 我直接先講結論 不要殺到六神無主 萬念俱灰 現在怎麼下去 他一定就會怎麼上來 只不過上來的契機點 不見得是在於基本面 對吧 而是在於資金面 了解這個道理 我告訴你 七月還是大有可為 重點是在於買點 你如果說在過程當中有賣的 你自然有一筆錢去買回來 大盤今天創一個新低 開始在趕底加速了 好 我們現在看幾個重點 首先我們來講的第一個 就指數的觀點來講 期貨前面兩根最重要 第一根叫期貨市場的看法 第二根叫現貨市場的看法 所以看我們的節目 已經超過五天的朋友 絕佳空點在什麼時候 最佳空點 當然就是在9點50分這一根 你那根空下去 剛好就是空在這兩條 高低平行線的上方 最後一個反彈 那你空單就一路包到尾巴了 對吧 就指數的觀點是這樣 過去兩天我也跟各位講過 所以實用的東西 它一定有它的道理 這個時候你再去講說 美國怎麼樣意義就不大 因為一個月之前 我就已經說過了 當時台股的跌幅 沒有美國那麼大 現在台股是在做補跌 補跌的過程當中 這邊會有一個階梯板 假設這裡是三樓 這裡是二樓的話 想像一下這地板 跌到三樓的地板彈上來 一旦三樓地板破掉 這個地方是什麼 反彈到最後一根反彈 這裡有沒有 下N字的反彈過程 這裡就是二樓的天花板 上不去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你可不可以去找二樓的地板做反彈 可以 但是二樓地板反彈如果破掉 它就會再往一樓 一直等到這個電梯開始回升為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你的錢只有一筆 你不可能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已經抄底了台積電 又抄底電發顆 又抄底你就一直抄一抄 不可能 你錢只有一筆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就是抄完第一次 反彈不過賣掉 往下再抄第二次 一路往下抄 抄 抄到 這個電梯開始回升為止 如果以指數來講 周線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說的下階梯 我們再看一下 因為目前的周KD 已經來到20撞擊了 下個禮拜有機會出現多頭抵抗 但因為這根周K線太長了 如果你要做出一個日出形態 不容易對不對 這也是日出形態 因為你這麼長的周K棒 你要做出一個反攻 要這麼長對不對 所以下個禮拜 假設在下個禮拜出現一個 小時制 因為今天破20的話 下禮拜有機會抵抗 下禮拜做一個小時制 下下禮拜做一個小時制都行 做完一個小時制以後 一個擔心再做一個反攻 那就容易上來了 因為太長不容易吞噬 所以最好的機會點就是在 周K棒出現什麼 高低點落差很小的時候 再來我們看它指數 電子的部分 因為上一個交區間帶在這邊 對不對 這個是7張點 看起來已經接近了 所以這個多頭抵抗 應該是出現下週最有機會 這個部分要看台積電 台電本身它就是最走階梯戰法 因為它這個反攻就失敗了 最後一個套牢區在這邊有沒有 MSCI這個生肖日有沒有 這筆單是日後最大的賣壓所在 這個地方是未來最大的賣壓 這個高點只要上不去 永遠不翻多 我們再來看一下 往下的空間大概幾個地方 首先我們要講 台電這一波下跌算不算 其實不算大 你縱觀台積電30年代的歷史 過去曾經有幾次 包括像這個是2000年的時候 這是淋巴海嘯的時候 2000年當時是從200多塊 跌回到50以下 大概跌了大概 70%左右 當時當然還帶 你當然要把這個 全值還權回去 但是以絕對交差來看 是超過先打一半再7折 大概在這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200多大概跌到5 60了 好那破下來以後 這個地方大概是從70 69 然後往下再到差不多 應該是36 37那邊 我記得海嘯的時候 36 37那邊 所以大型回檔 大概都差不多50% 這一次就是屬於大型回檔 大型回檔的過程當中 幾個最重要的支撐 那重點來了 因為這一次的大盤 其實台積電之所以會噴出 是因為它站上了2000泡沫前的 最後一個高點 所以你看它在走的是一個 十年大階梯有沒有 過了這裡才上的 沒錯吧 對嘛過了這裡才上的 那麼這個位置曾經出現一根大量區 過高以後有一次回撤有沒有 回撤有守住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你已經確認站在大平台的上面 這個地方是起點 這是當年的起點 所以疫情發生的時候 最後一次回踩這根有大量對不對 這裡如果有大量的話 那未來幾年當中最重要的地板區 就是這一根大量 拉回之前的最後一個高點 有沒有 因為剛才跟各位講的那個 電子的中繼 是台積電最後一次噴出錢的中繼造成的 這裡有沒有 下禮拜就碰到了 所以下個禮拜多頭抵抗要成功了 那麼最有可能的戲碼有幾個 第一個多頭抵抗成功 在7月的2到3個禮拜進行一個反攻 反攻來講的話 因為8月跟9月上旬 沒有FED的升息 這一段過程就放你們暑假喘息一下 那麼到了下半年 如果這一次其實通膨的數字下來 有另外一個隱憂 就是經濟會衰退 那也就是說通膨壓不了 升息阻礙了這個經濟景氣 如果真的變成一個景氣的衰退的話 彈上去明年的第一季再殺下來 那個地方就是什麼 主跌段 什麼叫做主跌段 就是N字形下殺 現在是第一段 678月跟你喘息一下有沒有 接下來來景氣衰退的那一段 給你一個是完真的 那一段就會走得比較慢 景氣衰退那一段不是急殺 景氣衰退那一段走得像這樣子 這樣一開始是急殺有沒有 景氣衰退是走平緩的下跌 跟現在比較不太一樣 那不管你是哪一種 當然我們說最好的情況就是 通膨見到控制 下半年也上來 那可能明年就變成 走一個新的多頭 那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要把握到另外一個訊息 就是有沒有新的東西 變成一個市場上的殺手運用 那當然過去的二 三十年來 大部分都是手機 現在大家就會把這個重點運用在 放在那個電動車上面 所以回頭來看 你要看鴻海這個事情 他怎麼處理 因為鴻海三個高點都是過去的 所以鴻海不能算截梯 他這個過高之後的拉回 叫做空頭抵抗 但是它是多頭格局 要不然你一定是多頭格 不然三個點子會上去 過去十年是底底 這個頭頭高 所以這次在創新高的過程拉回 你會看到他 先前這裡有一個雙底形態有沒有 有一個到頭間 這裡變成新的景線 可是很明顯的 假設說你在這一次拉回的景線 成功守住了 下半年看到新車 往上再走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到 他比所有的電子股 領先另外一個位階 但鴻海所代表的並不是鴻海 是代表整個電動車產業 這裡我們再來繼續跟各位講之前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會一下回來 《易經》裡面在講的所謂天為天 就是最強的時刻 這個當然就是最自陽時刻 昆為地當然就是屬於自陰時刻 天為最高 地為最低 但是這個叫陽遙 這個叫陰遙 是不是陽遙直接變成陰遙 就好比說你問我 在中午日震當中的時候 總有一天要黑夜 它會不會太陽突然下山 不會 它會到黃昏對不對 它會進入到這個傍晚 然後才變成黑夜 所以從最下面開始 它會慢慢的變 所謂的變卦 它的意思是說 比方說你從下面開始慢慢變 一個變陽遙 兩個變陰遙 三個四個五個 有沒有 它會慢慢的變變變變 變到最後會變成最晚的時刻 那同樣的道理 你在最晚的時刻 你會看到 它再差一步就變成全部的陰遙了 實際上你在變成 另外一個黎明的時候 它會從這個地方開始 怎麼樣變成這個位置 然後再從最下面開始 有沒有 形成新的一個陽遙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什麼 清晨的時刻對不對 所以從撥掛到覆掛的過眼過程 叫做一元復始 由撥而復 復的這個字是這樣子來的 那這裡也說明了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已經來到 樹葉都已經快要落盡了對不對 你最終一定是要反攻的 那這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 只是說你在反攻的過程當中 有的人他太早出手 太早出手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錢沒有那麼多 假設你是金山銀山 那你可以每疊100點 往下買個幾百萬對不對 或者說每疊50塊 往下買個幾百萬 但這樣做其實 我認為意義真的是 我覺得沒有很大 因為你實際上 你沒有那麼多資金 與其這樣你還不如 反攻的時候買 是不是這樣子 反攻的時候買 就是所謂的底部形態 那麼這裡就會產生一個 時間差攻擊 有看過排4那種 排球A4快攻 這個邏輯就是說 大盤其實很多股票 它還沒有落底 但是不是所有的股票 都沒有落底 並不是這樣 有的股票底型已經出來了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比方說你拿鴻海跟台電來講 它有一個時間差 它是不是有一個時間差 有的股票它已經先上來 有的股票它沒有完全上來 有的股票它已經先做頭 有的股票它剛開始漲 比方說我們看到今天 有一些股票它在這個禮拜 是強勢的 漲上來對不對 今天股市大跌 它沒有跌回它的起漲點 你在元宇宙身上 這幾支股票有看到嗎 對不對 它穿上來過季線 可是它拉回來沒有破起漲點 它沒有把它破下去對不對 這幾支沒有 另外我們來看到 像我們跟各位提到的 包括像什麼 昨天跟各位講光通訊元件 它這一波攻上來 但是它有沒有在這地方破下去 沒有 也就是說 行情在做最後趕底的時候 它會讓有一些股票賣出來 有賣單賣出來 比方說像藥華藥 你說這個賣單哪裡來的 一定是大家抱不下去的 太害怕了 你累積了這麼大的獲利賣壓對不對 你從這個350追的 看到張軍令買你才追的 新聞一報就報到這邊 400 過了400才追你到這個地方 就算你出在500 今天還賺100塊 你說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有人在這邊賣出 因為很簡單 你手上的股票都破底了 大家會害怕 就把賺錢的股票先把它出掉 對不對 事實上 舊融資不是這樣子舊 並不是你把賺錢的出掉 然後你就可以讓維持率上升 其實你把賺錢的出掉的話 你的整戶維持率反而會下降 你賺錢的那一筆出掉以後 你要再另外塞一筆回去 塞一筆回去兩個 第一個你空高檔補跌的股票 第二個買進低檔起漲的股票 兩筆打進去 你的融資維持率會突然拉上來 可以帶你度過最危險這一段 這個昨天已經跟各位講過 融資要怎麼救 實際的策略要看 你手上是哪一檔股票 我沒有辦法在節目當中 這樣子告訴你 像我們這幾天接到的最多的是 有鋼鐵股的 航運股的 然後導致於融資維持率比較低的 那就可以用我剛剛跟各位講的方法 比方說你舉例來講 你說元太在補跌對不對 你如果把空單打進去的話 你瞬間維持率會揍身 然後因為你元太補跌兩根下來對不對 你會把手上其他弱勢的給拉起來 但相對來講你要打哪一張單子 當然你要問我們 你要看你的資金夠不夠 你如果說沒有新的單子打進去 你那個資金都沒有的話 你就要用另外一種辦法 沒有錢的辦法 我還是講搶救融資大作戰 當然我們今天繼續把這個東西講完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 現在下跌的空間 就是未來反攻的空間 像這一次我們看到 想比方說安吉有沒有 因為你原本就已經上來 超過20%了 大盤在壓回的時候你戳一下 大盤一回升的時候 你就會走N字 對吧 因為綠電這個東西缺電的題材 是下半年一定會面對的 與其探索下跌的原因去解釋它 不如下一個決定 要嘛離場 要嘛留下來繼續拚 對不對 留下來繼續拚 就是現在這個地方的選擇 台股義勇軍 風暴當中跟我們一起買台灣 你現在在這個地方的信心 是來自於你對台灣有沒有信心 7月幣買股開始佈局 趁著這一次在市場恐慌下殺的時候 我們也來著急 來 理善的越深 未來彈得越高 買點就在這個時候 先做什麼股票 後做什麼股票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禮拜一跟我一起做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多參考 合遵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展示評估敦